第三百三十七集 夏若雪给江佩荣泡了一杯茶 伯母 喝一口茶吧 叶晨从我认识她开始就没有出事过 您就放心吧 江佩荣接过茶杯 看了一眼夏若雪点点头道 我知道 孙姨也是安慰道 夏尘子手段高超 也是昆仑须的那些人 就算是老天爷也拿不下他的 他还说要带我们去昆仑须看看呢 事情的结果没有那么快 我们再耐心等等 所有人只感觉眼皮跳得厉害 虽然很担心 但还是彼此安慰 朱雅看了一眼叶家大门 没有任何动静 她刚想说什么 口袋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一则短信 这个短信是一个组织发来的 任何家族都能收到 她点开短信 当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整个人震住了 手机更是掉在了地上 昆仑山之巅 夜沉斩杀几十位昆仑须强者身负重伤 车轮战也无法撼动强者之姿 唯有顶级昆仑须强者 在夜沉受伤和最虚弱的时候 趁虚而入才能镇压 可惜几个小时前 不败神话夜沉 百里熊 已于昆仑山战死 这一刻 朱雅的眼眶彻底泛红了 眼泪更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夜沉 败了 怎么可能 不多时 客厅桌上的那个手机也响了起来 江沛容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当看到手机上的内容 整个人怅然所思 嘴里更是念叨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夏若雪和孙怡 也是第一时间看到了手机上的内容 绝美的表情出现了一丝黯淡和难以置信 他们甚至捂住嘴巴 生怕自己哭出来 触动所有人的防线 一分钟后 江沛容冷哼一声 直接删掉了手机上的那道信息 目光贬为坚定 华夏五道界都认为她的孩子死了 她却不这么认为 血浓于水 尘儿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如果出事 她必然有直觉 她看向夏若雪和孙怡等人 无比认真到 所有人都不用悲观 我敢打赌 尘儿不可能出事 也没有人能让她出事 她的实力我们都很清楚 现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要做的就是守好叶家 等尘儿回来 夏若雪轻轻点头 那如水一般的眼眸 充满了与众不同的东西 伯母 我相信叶辰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便是等叶辰回来 我愿意一直等她 现在 我要开始修炼 孙怡也是开口道 我也要继续修炼 只有实力强大 才能帮助叶辰 还有我 朱雅也是站了出来 这一刻 叶家的四个女人 都无比的坚定 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叶辰 叶辰根本不可能出事 昆仑须 雪蒙 沙黎已经来到了 郑长老的身前 郑长老此刻 正在擦拭着一柄寒剑 长老 你让我办的事情 处理完毕了 沙黎道 郑长老表情一宁 抬起头 哦 那叶辰死了 沙黎点头解释道 此子的确很强 但是我去的时候 他正在突破 只能强行破关 受了重伤 然后我亲自将他击杀 只不过 因为力量过于强大 他的尸体落于昆仑山下 话语之中 被沙黎夸大了不少 他自然不会说出 自己狼狈的经历 在他看来 只要结果一样 一切都不重要 过程自然描述的 有利于自己 郑长老 毛子一缩 好奇道 你确定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昆仑山下坠落 会不会意外生还呢 沙黎笑了笑 怎么可能 郑长老放心 那小子 不管没有生还的可能 甚至连尸体 都不可能有了 华夏 昆仑山 因为昆仑须的影响 灵气走向奇特 那悬崖之下 我去看过 灵气根本无法动用 别说那小子了 就算巅峰时期的我 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郑长老听到 沙黎如此笃定 也没有心生疑惑 你办事 我一直都很放心 本来还想从那小子身上 套出一些秘密 但是既然这个秘密 永远消失了 那也罢 血蒙 有叶天正一人就够了 对了 叶尘虽然死了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 也暴露出一个弊端 什么弊端 沙黎好奇道 郑长老站起身来 眸子忧深 华夏多次孕育天才 甚至诞生了叶尘这等妖孽 绝不一般呢 看来我们血蒙 一直小看华夏了 沙黎 我给你一个任务 你再去一趟华夏 动用一切手段控制华夏 控制华夏的最好手段 便是控制华夏第一家族 正好 我听闻那叶尘背后的华夏叶家 已经成为第一家族了 你要做的 便是杀光叶家所有人 然后动用武力镇压一切 从今往后 我们必须掌控华夏这个资源 不能让其诞生下一个夜尘了 沙黎顿时明白郑长老的意思 眼睛一亮 郑长老真是未雨绸缪啊 恐怕那诸葛亮 也比不上郑长老的财学呀 郑长老冷笑一声 那诸葛亮又算什么 在我血蒙眼里 不堪一击 血蒙的野心 不光是控制华夏 更要控制整个昆仑须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等剩下一半成功 沙黎 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唾手可得 沙黎听到这句话 连忙跪下 郑长老请放心 任何阻挡在您面前的阻碍 沙黎都会毫不犹豫的清楚 华夏夜驾 我两天之内必然拿下 这一天注定是无眠的一天 华夏无数官方连夜赶到昆仑山 甚至动用了一颗卫星 寻找夜晨和百里熊 但是就算动用卫星也没有任何结果 昆仑山作为华夏的圣山 阵法遮蔽 想要寻找两人 那是何其之难 不光当地执法人员 搜查队都在寻找 铁血营的战士 龙魂的强者 所有人放下手上的任务和事情 都自发寻找夜晨和百里熊 甚至连吃饭都不顾忌 对他们来说 百里熊和夜晨的存在 强过他们的生命 他们都不认为 这华夏的两尊强者会出事 殷晴更是发疯的寻找 她的手上已经全是鲜血 用尽全力搬开每一块石头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同样疯狂的还有一个女人 一个面容和身材都不错的女人 几个月的时间 更是成为了龙魂最娇艳的一枝花 那便是金冷宴 金冷宴进入龙魂 是在夜晨的推荐下进去的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考察期 就在前几天 正式成为龙魂的一份责 他激动 他感谢叶先生 但是却没想到 这个喜悦还没有和叶先生分享 叶先生就出事了 他不相信 叶先生如此强大 怎么可能出事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 寻找叶先生 经过一次次失望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全身湿透 作战服更是湿大大的 有战友劝他 他没有听 哪怕夜晚降临 他依然拿着手电筒 疯狂地寻找 没有人知道他的坚持 他的那颗心早就被江城的一个青年所占据 他知道自己配不上那个青年 只能默默地将情愫埋藏在心底 他时常会想起在江城拍卖会的第一次见面 他甚至在想 如果当初自己主动一些 会不会现在的结局就不一样了呢 他眼里的泪水巴达巴达地落了下来 现在只感觉仿佛梦破碎了 叶琛和百里熊的消失震颤了整个华夏舞蹈界 山脚下没有任何结果 除了少部分人 所有人都认为这两人死了 彻底消失在了华夏舞蹈界 陨落 与此同时 昆仑山悬崖下 距离山脚一百米的一处洞穴 极其隐蔽 有树枝从山体里长出 遮盖一切 这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溶洞 正好能够容纳两个成年人 昏暗的光线当中 叶琛盘腿而坐在地上 运转九天悬崖绝 百里熊剧烈的喘息 扶下几个丹药 便开始鼓到手机 可惜手机没有任何信号 他看了一眼闭上眼眸的叶琛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没想到居然真的活下来了 在下落的刹那 叶琛身体的血龙居然直接涌出 更是短时间化为实质 短短两秒惊险至极 两人在血龙的带领下来到了这个山洞 应该安全了 可惜无法联系到外面 透过不大的洞口 百里熊朝着外面看去 仔细地感受着四周的动静 许久之后呼出了一口气 这个溶洞还在昆仑山当中 但是极为隐蔽 一般人根本寻觅不见 他甚至看到无数次飞机想要呼救 却发现此地不知道是不是阵法的缘故 一切都被遮蔽 甚至连动用真气的可能都没有 他已经收敛了一身的气息 那追杀者想要找到自己 没那么容易 当然 更主要的是 追杀者绝对想不到 他和叶晨会躲在这个山洞当中 不知道那群铁血营的战士怎么样了 确定安全 百里熊紧绷着身体 总算是松了下来 心有余悸的难难道 他一直想对叶晨说些什么 但是叶晨自从落下来之后 就闭着眼眸盘腿而坐 这种感觉就好像酝酿着什么 他甚至发现 叶晨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那消失的血龙更是钻了出来 他知道 叶晨心中憋着一团火 无形的怒火 一旦爆发 所有人都无法承受